開在外側車道的休旅車一路前進 看到前方的拖板車完全沒有減速 直接追撞上去 撞擊瞬間前擋風玻璃碎裂 成蜘蛛網撞 這戶車趕到國道車禍現場 休旅車上的外籍勞工坐在路間等待救援 還好都只受到輕傷 能自行走上車 不過銀色休旅車車頭撞得稀巴爛 幾乎全毀 你是有打瞌睡還怎樣啊 沒有注意還怎樣 不是 還是有速度稍微又慢了一次 慢了一點 原來這輛休旅車是人力仲介公司的車子 4號凌晨駕駛載著外籍勞工 要到桃園機場 疑似因為一時恍神 在國道3號北上114.9公里 厚容路段追撞前方拖板車 造成八名外勞 情傷送意 他停一下不是說全部停著 就是慢慢的好像快停了那樣子 然後感覺好像沒怎麼樣 或是怎樣 他這裡沒下車就開走 就直接走囉 裡面的外籍勞工都有一些輕傷 就是手腳一些擦傷 那有一位比較嚴重是 他的臉頰那邊有7公分的撕裂傷 不過被撞的拖板車像是完全沒察覺 被撞了繼續向前開 警方還要聯絡拖板車駕駛 釐清造勢原因 不過駕駛因為恍神撞車 也讓原本要返鄉的八名外勞 因此受傷 因此受傷趕不上飛機 記者彭志明 苗栗報道 臉頰